為什麼我這個Ford的名字不再叫網絡再行也有呢? 大家好,我是TommyQ 上個星期真的過得很漫長 這個月我都覺得過得很漫長 因為始終發生過鄭若驊閃見 何君堯又發瘋 又有萬寧婆婆又浸大 接著到了最近的DQ事件 今次我想說一下 為什麼我這個Ford的名字不再叫網絡再行也有 網絡再行也有 是2014年的時候 參考了黃毓民的一個歷史評說節目得名而來 到了2017年尾 已經廢除了這個名字 變成現在的隔離Ford 為什麼我這個Ford的名字不再叫網絡再行也有呢? 原因就是 我當時2014年 我誤日祈禱 到了2015年的時候我已經脫離了 到了2017年的時候 我跟自己說我不可以再叫網絡再行也有 即是這個Ford的名字不可以再叫網絡再行也有 因為這個名字是參考黃毓民 是向黃毓民致敬的 所以這個名字我要廢除它 變成現在的隔離Ford 我忘記自己在CoreFord的電台裡面 我有沒有說過我已經脫了熱狗 在這裡我要再一次說回 我Tommy Q已經脫離了熱狗 我不再支持網絡 我最初拍YouTube的時候 我是誤日祈禱 當時我親了熱狗 支持網絡和黃毓民 所以可以這樣說是誤日祈禱的 再者我當時拍片上YouTube的時候 我是可以這樣說 是學了黃毓民王的那些壞事 直到2015年的時候 我已經脫離了他們 我不再支持網民 我不再支持二狗 我不再支持網絡 原因就是我從我身邊的朋友 知道了他們的真相 哦原來就是說 他們口說要勇武抗爭 原來是推下面的人去死 最經典的例子就是 2016年的初一魚蛋事件 他們就真的用勞抗爭針讓磚頭飛 結果他們所謂的讓磚頭飛 就已經給了建制派進入了 已經是送了子彈給人家 至於我說一下我自己 為什麼當時2014年 我是誤入歧途 是親了熱狗 變成支持網民 當時我當時做YouTuber 我是很負心我自己 為什麼會對外面的事 這麼冷感 為什麼自己會這麼愚蠢 我想來一個贖罪 我想為自己的愚蠢 為自己對外界的事物 冷感 來贖罪 所以我希望 令到自己 關心更多社會事事的事 結果我是誤入歧途 我誤入歧途 就親了熱狗那邊 誤入歧途 我支持了網民 學了他們那些說了不做 說了要勇武幹爭 但實際就是高速的事物 當初我支持了黃毓民 是我陳 所以我2015年已經脫離了熱狗 所以到2017年尾 我要提醒自己 我已經脫離了熱狗 我不再支持網民 所以我廢除了網絡 現在我已經脫離了熱狗 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都知道我已經不再支持網民 我已經不再親熱狗 既然知道這件事 如果你還要親熱狗 你還要親熱狗 本刀牌那邊 我奉勸你 馬上訂閱我的頻道 以後不可以再看這條影片 分享就到這裏 喜歡按LIKE 不喜歡跌西 有什麼想說 不妨留下留言 好,旁邊坊 就來到這裏 結束